欢迎回到好险有你的保险单元 那么今天我们也非常的开心 请到了我们的保险界的龙头 也是我们的好朋友张国新总裁 来到节目当中 张总裁您好 主持人好 新年快乐 大家好 那么这个新的一年 我相信有很多新的展望 那么其实我知道华欣保险 一直对于我们的社区 做了很多的服务 都是非常 大家都心存感恩 因为这些很多服务 一些资讯 让很多的我们的企业雇主 都会觉得安心不少 没错 真的 那么我知道您最近有一个 最新的座谈会即将要举行了 可不可以告诉我们 这个座谈会的内容 今年要告诉我们什么呢 好 实际上面 在我们1月20号 我们第一场的劳工法跟税法的座谈会 那就即将展开 在过去十几年里面 我们每一年的一开年的时候 都会办这样子的活动 那尤其是今年 有很多法律上面的变动 以及税法方面的那一些调整 那一些调整对很多人来讲 一个头有两个大 就比方来讲说 4月4号要报税了 可是报税的时候 什么时候又跟健康保险 有关联的 今年好像跟你的健康保险 真的有关联 对 所有的会计师 都说 报税的时候 怎么跟保险疫情 怎么要去合作 怎么要去拿到所有的 document 能够证明 我的这个报税的客户 是有健康保险的 那公司的老板又说 我要怎么样把这些paper准备好 给这些这个员工 那事实上面呢 一个好消息 是原来法律规定说 一定要给的什么1094 1095的这些表格 那事实上面到目前为止 包括美国国税局 很多还没准备好 它虽然的已经这个 这个就是ACA 奥巴马克尔已经两年了 可是呢 怎么样才证明说 你到底有保险 没有保险 没有保险怎么样罚你 他们都还没有办法说 完全的 就是把这个资讯 跟大家讲要怎么做 所以你们也是 一步一步的 一步一脚印 慢慢 慢慢 我们好像有这个 国内有一句话 摸得石头过河 不被淹死就是赢家 差不多就是这个状况 那可是呢 美国的包括了 这些所有 这个paper company 跟我说 美国国税局 可能都还没准备好 所以本来呢 它是准备 马上就要实施的 现在已经把这个时间 已经延到三月份 或者是延到六月份 不同的状况之下 已经延迟了 所以说所有的雇主 不用那么紧张 那所以太多太多的 就是像法律方面的话 什么公平法 然后或者是 这个欠在加加薪之后 七月份又要再加一次薪 然后这个整个经济法 一些问题 然后有的是联邦的这个劳工法 又有加州的劳工法 那又可能又牵扯到 你在所在的city不一样 又有不同的东西 country city又不一样 对然后再来 你是25个人以下的员工 和是26个以上的员工 或者你是50个人以上的 你又要注意一些什么东西 你又看到有多少的老板 公司开了以后 会焦头烂额的 然后公司不赚钱的 大有人在 我相信你应该常常看到 这样子的例子 您自己当老板 当了这么多年 那你觉得老板一般来说 他最容易犯的错误 是什么呢 每一个地方都是陷阱 每一个地方都是陷阱 像这两天 还有很多客人 来跟我讨论 就是说 这个我所有的 我该做的我都做了 可是有些东西 我真的不知道怎么预防 什么意思 就像有的员工离职了以后 去找个律师来说 他在过去的工作时间里面 然后有这份腰痠背痛 有精神的压力 有这个又那个 然后来告我 去诉讼 对对对 有这类的case 所以说 刚刚讲过 发薪水要发准时 然后over time 你要知道怎么付 然后呢 再来就是这个 比方来讲说 你如果结了婚 如果你有小孩 那你的小孩 要去选pre school 或者是有家长会 或者是小孩在学校 有什么表演 你知不知道 现在这些小孩子的活动 如果你的公司 人数 你所服务的公司 它是超过26个以上的公司 你一年这样才可以 因为这样子 你就可以请40个小时的假 一个月可以请到8个小时 种种这些东西 也就是你刚刚讲说雇主 你要多请多少人员 在旁边stand by 那如果说 所有的小孩 是不是都是在圣诞节新年的时候 在放假 那如果你的员工请的再多 可是大家都在那个时候请假 你又该怎么办 我现在觉得当员工 好像是一件蛮幸福的事情 所以当老板 真的事情非常的多 所以这个座谈会 就像你刚刚说的 你有请到这个法律上面的权威 从联邦政府的劳工法的专家 联邦政府的代表 以及州政府劳工局的代表 以及律师 还有会计师 以及我们真的每天 在服务客户的我们这些专员 告诉你说 你的头痛 你的声音 我们都听到了 而且我们都知道 然后上游政策 对策实在是什么 可是很抱歉 这个活动并不是给每一个人参加的 我们先讲清楚 是是是 我正要说 大概是比较适合什么样子的人 就是我们的老板们 你必须是有可能被告到的那个人 就是老板 责任的人 对对对对 或者HR的人 因为我们这个活动 就是教老板怎么样 把mistake 剪辑到最低 被别人告的地方 剪到最低 那如果你把员工都教会了 员工都知道怎么告老板 那老板不是更惨吗 所以这个活动 我讲卖毛跟卖盾好了 我们这就是避免老板犯错 所有的这些细节的部分 我们会在这样子散漫里面 来告诉大家怎么样避免 大家好好的讨论 那么也希望能够帮 其实我觉得能够让这些 中小企业的雇主们 能够更顺利的经营自己的事业 然后避免掉这些所谓的挑战 我相信对于员工来说 也是很好的权益 对不对 非常谢谢我们的总裁 今天来到节目当中 那么我相信所有的中小企业雇主 都非常期待这个座谈会 1月20号 我们1月20号是第一场 然后我们还会在Earvine 以及在Ontario 都会办不同的场次 那就是如果说你有兴趣参加的 就记住我们的电话号码 是 然后你可以上网去 跟了解一下更多的一些资讯 没错没错 谢谢张总裁 谢谢您 我们稍微休息一会 广告过后马上回来